美国苹果公司的新机iPhone 11周五开卖了 高阶机种掀起一场激战 不让高价iPhone专美于前 三星宣布他们的旗舰款Note 10 攻顶8月份Android机皇称霸销量冠军 迎战三款iPhone 11大军来袭 市场认为9月份的市战势必出现大洗牌 Apple空降三冠王的几率不少 通路业者分析 今年Apple对iPhone的策略有两大亮点 首先是挟着三款机型一次到位 第二是价格调降 激励预约量突破年增五成 预料整个9月轰炸高阶市场 甚至影响Android高阶机款 iPhone 11系列渴望空降三冠王 而三星在Galaxy Note 10系列 还有A系列的带动下 8月称霸市场销量冠军 眼见9月iPhone 11加入战局 那可就精彩了 高阶机种的激烈战火已经点燃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